儿科资深顾问医生阿玛新警告 达玛可能会面临更为严重的第五波疫情 万一发生 情况将比现在更糟糕 他指出疫情来得非常迅速 在第三波疫情之后 第四波疫情在四个星期之后就会到来 他警告说 现在让人担心的是 我们可能会经历印度 秘鲁和南美洲其他国家正在经历的疫情 现在活人都已经陆续接种了疫苗 那打了疫苗达到了全体免疫 这疫情应该就此结束了吧 或许没那么简单 根据路透社取得的内部文件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 对新冠肺炎抵抗力最弱的高风险群体 例如年长者 每年都必须接种追加疫苗 以免感染变种病毒 这份文件显示 世卫认为高风险群体 每年接种追加疫苗 是指标性的基准方案 一般群体则每两年追加接种一次 不过新加坡政府已经在探讨 让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日后可参与人数比较多的大型活动 需遵守的安全管理措施也将放宽 甚至可以自由的出国 新加坡财政部长黄旬才说 像宗教活动 演唱会及体育运动等等 如果参与活动的人 全部都是已经接种疫苗的人 就可以允许更多人出席 维持社交距离的安全措施也可放宽 主持人 您让一根扇判 非常非常非常多 通常都没有人出席 您能住身 非常非常非常多 您少年曾经 您的扇判